要上高中的很无奈 但是要上大学的也很头痛 因为这个大专学校又要调涨学杂费了 技职龙头台科大他带头要调涨2.06% 换算下来学生平均得多缴四五百块的学费 那么政大研究所的学杂费更是要大涨了有5% 这算一算是750块 学生就抱怨说学校把这个学费转嫁到学生的身上不合理 大学学杂费动涨多年 不过由技职龙头台科大带头 总共14所公私立大学要严密涨价 上课时间学生来来去去 103学年度开始学杂费恐怕寒涨 台科大计划调整2.06% 学生平均得多缴四到五百元 湖北科大 澎湖科大也得多缴三到五百块 现在大家物价上涨消费力都降低的时候 你现在把它调涨学杂费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有的人经济压力可能会比较变大一点 学生大喊日子难过 依法规定学校调涨学杂费 最高一次就能涨百分之二点七四 以国立学校学费三万 私校五万来看 最高一次就能涨一千三百七十块 出外工作之后就很多东西都要自己负担之后 然后再加上这个学贷的部分 那要负担的话其实会越来越重 技职体系掌声响起 最快本周就会公布结果 知名大学台大 成大 清大跟台师大确定不会调涨 政大预计调整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五 研究所学生一次大涨七百五引发强烈反弹 来自教育部的补助是实质上的缩水 没有去探讨说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 直接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和学生的家庭身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合理 万物飞涨连念书都越来越贵 难怪大学生大喊吃不消 东森采定新闻成品方李昂丽 太阳澳岛